早前訪經的法律界代表團 引述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張榮迅說 內地處理港獨的時候 要槍有槍,要炮有炮 立法會主席曾玉成認為言論並不代表中央 認為人大委員長張德江 上星期訪講時候的言論 才是目前最具權威性的消息 張德江委員長也非常強調 強調社會各方面 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民生都有不同的訴求 不同的意見 強調要有內心 說到要動槍動炮 這個肯定不是一個內心的表現 所以我並不認為這些被引述的說話 是反映到中央政府的任何對香港的政策 曾玉成又認為中央對增加與泛民溝通反應正面 認為如果邀請議員不上訪問 不足為期 不過暫時未收到有關消息